第六点抢先报 我是方彦迪 我们再来关心最新消息 长榮航空有一位外籍机师确诊 指挥中心今天证实 境外移入个案的这一名美国籍40岁男性 就是这位外籍机师 他曾经在7月份打过两剂的BNT疫苗 那么经过两次裁检 CT值分别是29还有28 加上抗体检验的结果 一是是最近非美国感染的 指挥中心说若染上Delta也不意外 在美国离岸里面 自从美国境外移入 是我们本国籍航空公司的外籍 的机组人员 那在他在居家检疫 第五天被验出来 那其中里面大概在 第二次要回来之后 那在居检 然后在派飞的时候 有检验过PCR 不是PCR 就快塞是阴性 然后派飞 那回来在第五天之后 演出是阳性 那现在已经在区域 在医院的治疗中 那其余相关的人员 也在疫调跟匡列中 这位他已经经过两次的 这个隔日的裁检 那第一次是CT值29 那我们刚刚出来 第二次裁检的结果是28 所以这个变化不大 而且是往这个病毒量稍微高的方向 在移动 所以推测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 那他的这个抗体的检验结果也刚出来 就是这个 因为他打过两剂的BNT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S抗体 就是打疫苗之后产生的S抗体是阳性 这个就表示疫苗还是有产生抗体 那另外感染所产生的这个N抗体的话 目前仍然是阴性 就表示说应该是急性期的一个感染 在刚刚感染不久而已 所以后续还需要再追踪他整个病毒量的变化 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 所以推测比较有可能还是在最近这一段 就是非美国的这个直飞的期间 有可能是在这个外站 或者在航程 或什么群中感染到 那这部分还需要再详细的做一些疫调 那他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 我们也会进行就是 不过最近大概都看到 就是说每一个礼拜 所公布的都是Delta 所以如果结果是Delta 也并不意外